台东关山警分局今天上午在关山大阵的闸门前 发现有一个人体被树枝卡在桥墩下 立即联系消防人员到场 当消防人员下到水阵之后 发生这个民众已经明前死亡了 几消人员先把他的大体送往关山慈禁医院 后续要报请台东地检署来相验 离清死因 另外也会协助家属来处理后续事宜 从画面上可以看见 消防人员爬下旅梯 接触被卡在桥墩的妇人 但该民妇人已经明前死亡 警消人员只好先将大体运上桥面 并送往关山慈禁医院 等候检察官的香宴 据了解死者为31年次的中性女子 今日上午7点时 该民妇人的家属向警方表示 已经多日未联系上妇人 请求警方协巡 而关山警分局的远警 在镇内的水阵旁 发现了有一双拖鞋以及雨伞 沿着水浸往下寻找 在9点04分时 在桥墩发现了该民失联的死者 消防局关山大队 关山分队接获 请止通报 在关山大阵 有一民众受困于桥墩 卡住 那警消人员到达现场 评估是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且地形呢 因为是汇流处相当的湍急 后方又有翻滚流等地形需要做部署 那在消防局水域专责队的人员 以及关山池上海淡的紧易销协同 将人员利用拐药车的调避 还有担架做人员的脱困 而目前整起案件 则有待警方以及检察官深入调查 厘清该民妇人为何会落水身亡 记者陈吉林海端相报导 电话